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杀手柔情》 故事开始 男主胡子书经营着一家公司 女主小美是名悬疑类畅销书的作家 两人工作繁忙 特别是小美 她最近需要静下心来 好好的进行创作 来弥补丈夫炒股欠下的债务 但他们的孩子小花和正太需要人照顾 于是两人就找到了高端家政公司 想要雇一个保姆 钱不是问题 人一定要优秀 而这家公司也果然很给力 学历高的 工作精力丰富的 家政行业得过奖的 那是应有尽有 但小美却一个也看不上 丈夫认为小美过于挑剔 但小美却认为 她要找的不是简单的保姆 而是孩子们的导师 必须忧中选忧才行 终于这天 来了一个叫小思的女孩 入了小美的法眼 小思青春靓丽 学生模样的她 青涩又不是大方 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这点让小美很满意 试用期很快就过去 小思被正式录用 小美的邻居兼好闺蜜黑姐 对小美也是很羡慕 羡慕她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保姆 可以安心的创作了 不过黑姐也提醒小美 这姑娘好是好 但似乎和胡子书走得有些近 你看小思和孩子们游泳 胡子书就在一旁看着 又递毛巾又送水 看着有些亲密 小美哈哈一笑并没有在意 接下来的日子 小美开始专心写作 她写作有个特点 会把自己带入故事情景中 有时候难免看起来有些疯疯癫癫 但作家嘛都有个性 小思对小美的事业很是崇拜 服务的很周到 总是在恰到好处的时候 给送来糕点咖啡什么的 来缓解小美的疲劳 而小美也很大方 带着小思逛商场 买了很多漂亮昂贵的衣服 两人的关系那叫一个亲密 然而慢慢的 他们有些过于亲密了 小美经常看着小思换衣服时 陷入沉思 心跳还有些加速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但作家嘛 这也很正常 就这样 两人私下有了那种特殊的关系 这天出版社找到小美 告诉她 希望在故事的结尾 出现今天的反转 把故事写得越黑暗越好 听着出版商的话 小美的脑海中 却总是出现小思迷人的身影 转过天 在健身房里 小美找到黑姐 向她诉说最近的情况 还说自己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小思这么着迷 她看起来很神秘 前一分钟还是清纯动人 后一分钟就变得 特别性感魅惑 黑姐认为 她这是写稿子写多了 把自己带入了 男主人公的角色 过了这段时间就会好 到时应该担心 你老公和这小妮子的关系 小美也没有听进去 她这两天满脑子都是小思 他们还是经常在家中亲热 但过后小美又很后悔 于是她找到了小思 婉转的向她表示 我们以后不能再那样了 小思却表示 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小美以为小思是不好意思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天小美继续在家中创作 儿子郑太来找她 被小思给制止了 胡子书告诉小思 今天本应该是小美送孩子上学 不如你和我去送吧 小思是欣然应允 送了郑太 两人来到了餐厅小剧 言语是越发的暧昧 而这一幕被刚好开车路过的 黑姐看在了眼里 画面一转 一个月后 小美的作品出稿完成 为了庆祝 她约着小思来到湖边野营 两人又不自觉的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两人一直玩到很晚才回到家 此时胡子书正和黑姐在门口交谈 黑姐凑到小美的耳边 告诉她 说自己看到胡子书和小思关系暧昧了 需要注意 但小美却生气的 训斥了黑姐多管闲事 还说她是看上了自己的老公了 所以才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 两人是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家小美累了 先上床睡了一会儿 却被一个声音吵醒 跟着声音来到餐厅 却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 只见小思穿着妖艳性感 嘴里叼着烟 正和自己的丈夫胡子书不可描述 小思还眼神挑衅的看了小美一眼 小美一阵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 她来到餐厅 看到丈夫小思和孩子们正在准备晚餐 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而且给人的感觉 他们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难道刚才只是自己做了一个梦 小美还是不肯相信 在吃饭时 对小思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胡子书看出她的不对劲 询问她怎么了 小美也是爆发了 将自己梦里看到的景象 当着全家人的面喊了出来 丝毫没有顾忌身边还有孩子在场 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小美赶紧和孩子们解释说 妈妈只是写作太投入了 把作品中的事情当做真事了 回到房间 胡子书问她是怎么了 小美内疚的说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分不清现实 经过胡子书的安慰 小美这才安静下来 半夜小美睡不着 想起来抽根烟 却发现本来还有一根的烟盒 却空了 她想起餐厅里小思抽烟那一幕 脑子乱了 这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 她想找小思谈一谈 却发现小思的房间没有人 而桌子上却摆着她写的最新书稿 转过天 小美接到了家政公司打来的电话 问小美有没有心仪的保姆了 他们还在等消息呢 小美也是懵了 你们介绍来的小思 都上了这么长时间的班了 然而家政公司却说 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小思这么一个员工 挂掉电话的小美 惊出了一身冷汗 她想起闺蜜黑姐的话 想找她拿个主意 然而来到黑姐的家 却发现门是虚掩的 打开一看 黑姐竟然已经死了 脖子上插着一把剪刀 小美赶紧选择了报警 然而警察掉去监控后 却发现来人是一个头戴头巾墨镜 身形和小美很像的女人 并且剪刀上也出现了小美的指纹 最重要的是 黑姐的死亡 和小美最新小说里描写的一个场景 一模一样 书中的人也是被剪刀捅死的 小美是白口莫辩 在关键时刻 胡子书带着律师赶到 将小美先行保释了出来 胡子书询问小美 昨天晚上她去了哪里 一走就走了三个小时 小美说自己只是去看小思在不在 却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作品 但小美的脑海中 却含闪现出了剪刀 黑姐的面孔 现在的她是一片混乱 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失踪的小思 她按照地址 找到了小思的姑妈家 小思并不在家 从姑妈这里得知 小思的父母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进了监狱 她被寄养家庭抚养 因为经常遭受家暴虐待 导致她出现了双重人格 一个是温柔懦弱的小思 一个是强悍放荡的小思 后来她被姑妈收养 前两年错学 找到了一份健身房的工作 就搬了出去 小美一下子就明白了 自己和黑姐经常在那家健身房聊天 一定是他们的谈话 被小思给听到了 然后小思就装作保姆 潜入她的家中 她把自己讲成了小美 相取而代之 想到这里 小美赶紧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 提醒她 千万不要给小思开门 会有危险 然而此刻的胡子书 正在洗澡 没有接到电话 而洗到一半 小思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 她穿着性感 想要和胡子书来一场不可描述 但胡子书却告诉她 自己爱的是小美 要结束这段闹剧 看来两人是真的有事啊 小思拿很罢休 掏出刀就对着胡子书捅了起来 等小美赶回家 胡子书已经是奄奄已息 这时温柔的小思回来了 她尖叫着打电话报警 但紧接着 黑话的小思又出现阻止她 还差点捅死了小美 好在关键时刻 小美打晕了小思 影片的最后 小思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胡子书被抢救及时活了过来 小美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天小美去医院看望小思 盯着她好好治疗 然而最后从医院出来后 却看到小美戴上了黑姐被害那天出现的头巾 到底真相是什么 影片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故事到此结束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是小美精神分裂 还是小思双重人格 还是胡子书在其中作祟呢 评论区告诉涛哥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